各位好 我们来看类题5 一个热气球呢 从水平地面上以5公尺每秒等数上升 那12秒之后 有一个小螺丝自由松脱 有机空气阻力 求小螺丝从开始掉落到抵达地面需要几秒 那这单纯是带入我们的等加速运动公式就可以了 首先呢 这个气球和 首先呢 这个气球呢 气球它升高 是在12秒的时候 它才 螺丝才掉落 所以在这12秒内 气球已经升高几公尺 升高了60公尺 另外是5乘以12 等于60 那这时候小螺丝钉才开始掉落 可是啊要注意哦 在小螺丝钉开始掉落的时候 小螺的丝钉和气球都有往上的速度 所以这个小螺丝钉它掉落的时候 它有一个初速度 4 5 所以小螺丝钉应该会先上去 然后再下来 这样子 好 那它的位移呢 它要往下掉啊 所以它的位移就会是 负60 负60 我们也向上为正啊 向上为正 正负就是 代表方向性嘛 所以 它的位移呢 就是 负60 负60 好那重力加速度呢 重力加速度是 G是10 然后是向下的 好那这样就可以来算了 我们利用 整加速运动公式 那以向上为正 我们通常习惯以物体运动的方向为正 所以它一开始 它一开始是向上飞 向上飞 所以 我们也向上为正 那它就会 往上飞一段 然后就往下掉 这样子 好那我们的位移呢 是负60公尺 初速度呢 5向上 它要求时间嘛 所以我们时间是位之数 那加速度是向下的哦 向下的G G是10 好 所以结果就是这样 那我们就来计算一下 这里都可以通除以5 所以是负12 等于T 减T平方 所以T平方减T 减12 就会是0 十字交乘法 三字十二 所以T 会等于 负3 4 那时间要从0开始算啊 所以这个负是不合的 所以答案就是 4 4秒 好就这么简单 谢谢